十万倍啊 你想大一遍 担心一百遍 所以为什么练经 平常要练十万遍 用的时候只要练一遍 符咒也一样 你平常不练十万遍 你用的时候就要练十万遍 因为呢 你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他就会慢慢 就像那个共振一样 这个钟摆 摆过去摆过来 一直摆摆摆摆 你要吗 就是十万个人同时 在桥上踏步 这时候一共振桥就会毁坏 不然就是你一个人 做十万遍 听懂啊打一 让他越摆荡越大 这时候产生共振 刚刚我讲变神啊 宇宙的能量可以入你体内啊 问题你心不静 心不定 你身体的电阻 你的脑电波还在想东西 你的心电 还在跳动 你这个阻力很大 你这个能量是进不来的 你跟水 你跟那个水泥一样 硬邦邦的 你除非让自己变空 变静 变定 这时候能量会远远不绝进来 跟杯子是空杯一样 听懂的打一 你这个时候还有心情在烦 你身体是紧绷的 你不放松 不放进 心不会定 脑子还在乱想 你这个在做十年也没有用 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 觉得有道理的打888 你讲变成的样子 那你变成他 他变你 有没有看到 你去买个玩偶 苗条的生殖台 我们最好用立体的 你想减肥 可是你胸部不想变小 那你胸部就不要买太小 听懂的打一 你 对不对 这就是你 对不对 这一次我在台湾的 发现讲述的步骤 好 第一个就是打清晰的目标 第二个有提示 第三个来讲的话 要带上提 因为这个才是力量 这个是达成心想事整 等一下 断掉了 听得到我声音吗 声音可以 分享不见了 我分享我没开 我重来 声音没问题 我等一下 我开一下 好这样可以吗 OK都有了 都有了 新陈哲林 那这个是比较夸张一点 也可以是吧 还直接往里面的 你就买这种漂亮娃娃 这就是你未来样子 你把你想要的目标 摆在这个位置东方 有没有看到 运动还是最好的 不要因此吃更多又不运动 你这样子永远减不完 你那个减的比你吃的 这跟出行决一样会在执行 有没有听到 这个可以加速 也就是说你本来想减肥 你都有在运动 这怎么减钱不下来 你加上这个之后 它会提升 让你速度变快 效果变好 饮食跟运动是最重要 尤其饮食大于运动 因为你只要每天少五百卡路里 成年人大概两千二左右 你大概是一千二 不要太猛进 你每天少五百卡路里 吃这个米饭不要吃太多 蛋白质也要 蔬菜多吃一点 卡路里少一点计算一下 一个礼拜就可以少0.5公斤 但是你如果吃一个汉堡 你就要去游泳一个小时 还不一定捡得回来 运动是增加新陈代谢 让血液运送到你想要的地方 那饮食才是减少热量 那加上这个布局 听懂了打一 那你要封胸 你就不要在这里布吧 这个雾在这个地方叫做一块肉 那这个地方叫胸部 它不是变成越练 胸部越小 有没有听懂 你这个就不要去想胸部 老师啊 那我开了盘 雾布在这里怎么办 你现在会移行换位啊 听懂打一 你看乌在哪个工位 在那边摆上娃娃 摆了几十分钟之后 把它移到这里来 心想事成是这样 意念波可以有各种可能性 在高维 它是不同的波 一种不同的想法里面的叠加态 那因为你想要这样 结果呢 你其他的担心 害怕 力量比较大 所以你没办法心想事成 所以为什么我们谈都要专一 要心成 就是只有这样 你不要想这个物在这边 即行 我会被破财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就把这个东西给盖掉了 所以我跟你讲 所有的布局到后面的都是在看 都是在管这颗心 你心控制不住 你布在多都怎么样 都是自己破自己的局 听懂的打一 好了 这里有没有问题 先问这个有没有问题 那你其他自己要发挥哦 我没有教你自己要发挥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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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来 先发问 先发问 我们再讲下面那个护身的 有没有听懂 起义门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问不到 你们自己要举一反三 透过这个部分来讲 还有其他可以做 有没有听懂 习轩你刚刚没有听到 习轩会把物移到正宫啊 习轩有没有听懂 你开那个盘看物不是在正宫 那你就把物移到正宫啊 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开了盘 物在昆宫 那你在这边就摆这些娃娃 摆完了20分钟之后 把它移到这个宫位啊 让它急醒啊 习轩有没有听懂 对啊 证公司急醒啊 你不是希望让物变没有吗 变少吗 物要变少啊 这个实验过效果还不错 你们都去试好不好 你要摆这个啊 我还故意 我还去挑这种女生的土 有没有看到 本来不想讲的是吧 鼓励人家吃减肥药啊 这个男的也可以啊 男的你是 我跟你讲 男的要摆那个肌肉男 知道吗 你那个体脂减少好不好 你那个是体脂减少 你的肌肉不要变得很好 变得都没了 那女生不一样是苗条啊 那男的通常不是只有身材啊 还有那个更重要的东西 是不是 你就直伏加天皇 那是不是更好 不然至少直伏 把甲移过去 听懂打一 把甲移到砍弓 有没有看到 因为砍弓代表性 有其形有其理 当然有些东西你们懂的 我就不讲啊 你自己要再摆上一根 什么东西你自己决定 不要摆太长啊 不要太夸张 听懂的打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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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靠啊 这个东西 我把它这样子流出去 不知道怎么样 不懂了不懂就算了 不懂最好 好开心 小孩变聪明就把小孩子食肝放到天心啊 听懂的打一 天心就聪明啊 天睿喜欢学习啊 天府五星的话 是不是也是念书很好啊 你看哪个工位没试试 他就把小孩放到那里去啊 你移神换位只能移天干啊 只能移用神 没办法移这些心啊 什么神啊 这些没办法 你只能自己去 啊 你要有桃花你自己移神换位 再沐浴位 是吧 天英心 再六合 你现在会移神换位了 你现在这里面几乎取义 你都可以自己搞 有没有听懂 啊 全中国大概只有你几个人会这个啊 会不会 会不会取义反善 这里面有所有你想要心想事成的东西 你想要什么你就把自己一扣 想一丑老板 我跟你讲 我上一次没有讲这件事 本来不想讲 你要敢那个什么 敢蚂蚁 敢脏 敢蚂蚁 敢老鼠 这比较简单 为什么 人不一样 因为人有什么意志力 他有执念 我跟你讲啊 一个女孩子被抛弃了 穿着红衣服上吊 我告诉你 力量很大的 人的这种恨啊 爱啊 这些力量很大的 这些老鼠蚂蚂蚁 他没有像我们人有这些什么老 有这个意念波那么强 所以你敢他很快 你如果今天渣男要赶走 那个人如果有什么 他死缠着你 一辈子跟你过不去 我跟你讲 你还不容易 天地人还有人的力量 人的力量是很可怕的 你看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有的 这个战争啊干嘛 我跟你讲 人的力量 人的慈念 天都要怕的 天地人 人占三分之一 听懂打义 你想敢二老板 二老板非常顽强 你敢了他又回来 你还不一定不齐门 你能够对抗给了他 因为你不设齐门局 还牵涉到你自己的念力 有没有听懂 这个我是没讲 我为什么用敢蚂蚁 那些比较快 会话那个比较简单啊 敢人没那么容易啊 以前我们就是敢过那个家暴男 敢了之 不是家暴 家暴女 那女生多可怕 就去惹上那种女人 半年之后又回来 怎么敢 连敢三次 三次之后 隔一阵子又回来 我跟你讲是敢不走 这种已经是 这种已经是因果的念源 法力不敌什么 夜力 夜力不敌怨力 有没有听懂 那都是能量的比对 看谁强 这叫斗法 不要用行为风水 你就用布局 把食杆直接移到天心的工位 让小孩自己去搬那个物品 你可以再加上行为风水 看那个工位里面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哇靠 这张是什么样 放大图 送给各位男男生女生 好不好 女生可以以这个为目标 男生可以帮老婆不减肥菌 是吧 怎么择食就工位时间啊 凯西亚你在问什么 你移到那个不是用目的时间吗 博日博石的时候把那个什么 把物品移过去啊 摆坤公之后摆到正宫啊 他如果打开就是正宫 就用博日博石啊 这用硬盘啊 用硬盘啊 Casey有没有问题 怎么对啊 有没有还给我啊 我看一下 找一下刚刚那个盘 来看一下 假设石干是鬼 假设石干是鬼 小孩子 看你是女儿还是儿子 比如说是男生开盘 鬼就是女儿 对吧 你有三个女儿不要管 就你要的那个就好 让鬼入局 那鬼在这里急行啊 对不对 考试成绩不稳定啊 对吧 这时候怎么办 把它移到哪里 天星星的工位啊 听懂的打一 你想要有什么神帮他 你就知道是这个啊 大山不向我走来 我走向大山啊 不然一启动 布这个工位也可以啊 这个工位是不是升他 你可以把物品摆过来 移身换位 也可以让女儿来这边 做行为风水 行为风水做完了 比如说明天要考试 你就做一次 那你如果今天要长期 学习都好 你就把它移到天星的工位啊 听懂的打一 那这里有九地怎么办 九地变九天啊 把他摆高处啊 听懂的打一 会不会 那如果这渡门呢 渡门怎么变开门 把家里这个东南方所有的门窗抽屉全部打开 这时候渡门就变开门啊 听懂的打一 要灵活运用 好不好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都可以不 但是你自己本身要举一反三 他很简单 就是你要什么 只是变成他是符号 你符号其实就是反映真正的人事 不是 不是只有教过的才会 没教过的 没取过例子的都不会 那你这样子要学到猴年马月啊 有没有听懂 好 好到这里问问题 他们什么要问的 来你问 西萱摆放物品离小区过去 他什么摆 什么代替小孩 石干干是什么啊 石干是鬼的话就摆水啊 西萱 你在干什么 你在问你原来的问题 宜神万位不是宜天干吗 看天干是什么物品啊 你们回去呼吸啦 讲完了还是再讲一遍 而且你们都是用背的 你们更就不知道我在讲的时候 讲一堆这个原理跟理论在干什么 你们到最后只记得一个 然后全部光光光 你死背怎么会背得住 而且更不可能会应用 摆天盘干 跟引干 这个是玻璃杯 不是给你们十个天干摆什么了吗 里面摆水啊 听懂的答意 这边摆了四十分钟之后移过来啊 把它摆高处啊 让酒地变九天 让冰心来帮他啊 有没有听懂 指日指时啊 没有日子的话至少指时啊 你目标工位为什么 时间回去重新复习 来再教一个 这也是真实案例哦 小娃儿刚出生 躺在怀里妹几个月 晚上就在那边哭 哭半天 打开盘一看鬼天干 小孩在这 因为眼泪 鬼也是眼泪 在那边哭半天 鬼是雷啊 鬼是 鬼水是 什么尿啊 眼泪啊 排泄的水啊 污水脏水啊 饮料都是 在那边哭半天 为什么 凶神 疼舌 有没有看到 这疼舌就是有怎么样 有一些有个没有的东西 怎么办 找到健康的工位 没有私爱的工位 把小孩抱到那边 听懂的答应 让他从不好的工位 有藤舌的工位 移到好的工位 然后在那边安抚他 几分钟之后他就不哭了 当时这个案例 是因为他妈妈买了一本书 这本书里面好像是类似 障秘还是秘宗的祈福的 买回来之后 这本书之后他就哭了 为什么这本书的最后一页的书页的末底 他有一个 有一个类似那个铁环 说这东西可以祈福 可以帮助好运 结果妈妈就把这东西拿出来 照书上去挖 挖完了小孩子就开始哭了 这是不是疼舌 听同答应 人鬼是不是疼舌 玄武 所以第一个要把这个拆掉 不要再乱摆东西了好不好 第二个来讲 把他移到这边安抚他 或移到丁齐的工位安抚他 没有事害的 那天晚上之后就不哭了 家里最好干干净净 不要相信些什么 有的没有东西拿来摆 你摆的东西 有这个蛇的形状 就容易沾染到疼蛇 还鬼极形 有没有听到 所以中国人为什么要大扫除 就是把这些污垢 这些藏污垢 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清干净 家里什么神像佛像 神的图 神的图形 什么密宗什么一大堆 去请回来最好都不要乱摆 有形就有灵 形状更像的 他就容易吸附 所以小孩夜哭 你就开盘看看 把他带到安全的工位 护贴 护他的体 所以刚刚有人问 怎么护体 护体用三旗 以秉定三旗 听懂了打一 你如果今天去跟他家里面布局 如果你进到人家家门 发觉背脊发凉 很阴森很奇怪 又听他讲了完了之后发觉 哇靠这惹不起 所以很简单 最好的方式趋吉避凶 就是赶快跑 听懂我打一 你赶人家 青门踏户 跑到人家里面就要赶 跑到我的地盘来杀野 这时候怎么样 你负担不起的 你赶快跑 听懂打一 你就不要逞强 量力而为順利 顺势而为 道高一尺摸高一丈 有些你是搞不定的 这时候怎么办 如果怕担心 像这个我是不去弄 但是你们就就希望我交 我交了你们又又又又录取又多一样 这时候打开奇门盘找三奇丁 乙丙 有没有看到 丙有空王有嗜爱的化掉 还有白虎 所以乙齐跟丁齐就是好的公位 就是有三奇能量的公位 你就先带他们家里的北方或南方 先待一阵子 然后再开始去布局 这叫做用三奇乙丙丁来护体 你就想想乙丙丁齐的能量灌注全身 你这时候才去怎么样 再去处理 至少先保护自己 听懂的打一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这也类似是用行为风水的医生换位 你现在保 你现在离宫的时候有丁齐 这最好啦 有丁齐又有急神胎因 没有事还有天母心急心 你就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待个九分钟 然后你在水里干去干嘛 这有点像我们初行诀 先募好急性之后再去办事 你们这帮我已经教很多了 还有什么要问 他们想学的 嗯 之前有个女孩子不是说 我说拉肚子拉了一天吗 啊 他不就在这里吗 那几急行啊 几是肠胃啊 几胃口啊 几胃扁扁啊 污秽的东西 脏的东西啊 大便啊 啊鬼是一片水啊 不是拉锡吗 你怎么办 就找到健康的公位 有没有看到 没有事爱的公位 最好是一瓶银三起 又急心急门急神的 然后去那边做急门风水 如果还是继续拉肚子很严重 怎么办 赶快看医生啊 天总打一 急事急半你就这样做 那你如果今天是要长时间一点的 你就布局 摆对应的物品 女儿晚上咳嗽很厉害很简单 你就开盘啊 先开预测盘啊 看他他是不是在对攻啊 因为对公主咽喉啊 训公主风啊 风寒啊 你要看你的小孩子 食肝 事害是什么啊 就解事害就好啦 Casey 不是学的大师班以前都忘了 看女儿的食肝在哪里啊 还有慢性病不容易哦 你说奇门顿甲 尤其像那个什么 这脑部有疾病的 什么癫症 自闭 雅思那个那个叫什么 欸 那种那种你说奇门步一步他就会好 我跟你讲那是神话 神经放电 那个脑神经放电有问题 阿兹埃莫症 这些 你以为不完局他就会好 那不可能 那我告诉你 这样人家拿几百万几千块来找你 听懂的打医 你那个该看医生还是看医生 你要福以奇门可以 你不要 你不要自己 什么尝试医学都不知道就不要乱搞 听懂打医 现在空气很糟糕 你就算布了局 我跟你讲 你要嘛你不出门 你照样咳嗽 现在气喘而过敏的非常多 为什么 整个大自然环境就这样 你不可能天天布奇门局 天天在解决女儿的咳嗽 这种慢性 尤其是西医也是束手无策的这种疾病 你就算用奇门 效果也不是那么好 因为他还签力上物以性的 好不好 要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东西没办法 比较难 不要太迷信 变成神经病 所以你们回去之后 大师班为什么给各位这一张以前没有的 就发觉全部学完全部光光光 如果全部光光光退回去 退回去干嘛 四个阶段 那时候所学的 然后呢 现在开始练习的时候 还是一样用四处取用神 如果发觉这个问题真的解决不了 你去想一想 我们还加过其他取用神的方法 然后一个一个试看看 年病可以吗 报数咧 方位咧 听懂吗 打一 到独向的时候呢 除了奇门符号 检查一下 有没有上了四缸 这上面都代表人 这件事情搞不好跟物有关 可是物是什么呀 十缸搞不好跟女儿有关 然后呢 十二长生 都是重要的什么 重要的像 啊 胎胃他怀孕了 虽然没有天瑞心 那六亲十神 有没有 这些都检查 那除了两两个天干的像 来看看组合像 也许组合像就做事了 那那么多像出来怎么办 叠像 相意定位 找交集 找叠像 找相关 这时候单相不论是双相可以定位 你就怎么样 确定 有哪个是三相 有哪个是双相 你就确定这两件事 发生的几率很高 听懂的答应 那到断法的时候呢 到底留在原来公司好 还是去新的公司好 啊 是分还是合 两个人有没有相同天干 然后呢 他深刻笔合 然后旺摔 旺多久 摔多久 还是现在不好 但是还旺旺 得地得食 所以还没那么严重 然后看在洞处 那最后的部分呢 除了以前所交过的布局 现在还可以干嘛 用行为风水 而且还有集市集办 啊 想让他走用冲 想要让他流用壳 还可以移城换位 换门 换新天干 然后也别忘了时间的力量 出门办事的时候 还可以用洋盘的 大气躁运速出行诀 听懂的答应 就是什么叫做主 什么叫做次 就是前面四阶段的 那个是主要的 那个是主要的 有没有听懂 接下来在这个主轴上面 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这个叫做1.0 奇门 这个2.0 可以扩散 扩张 这个根要顾好 方法一样都四个步骤 实在每个步骤的定位里面 你还多学了别的工夫 别的招式 这个里面占80% 越厉害的工夫通常用的比较少 比较少出手 那是没办法 这是正 这是奇 用正不用奇 奇是没有办法才用奇 听懂答应 那最后有一句话最重要 是不是跟你们讲过 锁定问题 离经问题 有没有那句话 然后看怎么样 符号 结构 二十法则 还有工会之间的这些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部分的深刻 他有没有因素 然后一问一答 寻向因素 那句话非常重要 我都给各位了 锁定问题 离经问题 针对问题 针对问题 回答问题 然后呢 看他所讲的事情有没有做实 做实分三个层次 啊想考试有尖锐心 是吧 哎呀想要怎么样 想要换工作有充格 然后呢 两进客一幕 两进客一幕 他跟那个女人要在一起 然后跟我分手 他讲的这些问题里面 有没有做实 这句话很重要 好 最后就留下这张图 还有那句话 记不记得那句话是什么 我找一下 重中之重 啊 重中之重 那句话在哪 等一下一个小时看可以 等一下一个小时可以 可以讲一下这个好了 你们如果没有问题 你们上一次啊 问半天 这个东西要在现场讲一下 这个东西如果不会的话 就算了 什么在那个讲台上面 干埋大堆 你那个 越学越搞越乱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再想一想 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回来 有问题可以问 老师待会课程 俊哥啊 你那是2021年 那个是你开的版吗 俊哥你打开麦克风 我不回你 就是叫 2021年 你怎么会有2021年的版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在学习嘛 然后正好有一个朋友 客户他就问到我这个问题 当时我就 我就我就以原来学习的方式去给他看的 找的那个第三用神 看的那个心经或者丁火 但是 但是他 我看的心经他的南方 但是另外一个老师来给他看的是那个丁火 在北方他找到了 那我等于就是用现在老师学的方法去验证嘛 去倒退推理嘛 我去找那个石干 我就不知道怎么找了 从石干去看的话 好 我回答你的问题 你断错了 对不对 错了就错了 听懂没 你为了对 你会犯更多错 听懂了 大家听懂 打一 你跟高我讲 我们现在在开盘用石干看失误 结果石干不对了 没有一百分的 没有百分之一百对的盘 你不可能断一百个盘 一百个盘就全对 所以你首先掉一个承认就是没找到 你不能因为这样去改规则 那你以后到底是要看奇门的符号还是要用石干 听懂的打一 你因为一次的失败 就改变了这一生里面信奉的原则 这个就是走路误区了 这个就在考验 即使我断错 我是不是能用这个方法 我以后是不是用石干 听懂吗打一 这里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 找失误尤其可能 他所有的预测 为什么不能去玩股票 因为他不是科学 他不是一加一等二 他是透过高我 即使是高我 也不一定百分之一百正确 大家有没有听懂 他今天有时候不会对 有六种可能性 第一个他也不知道 第二个为了保护你 第三个啪啪啪啪 反正很多 所以你们首先第一个要知道 错了就错了 你现在不是看一个案例 你用钉 我告诉你 如果你另外两个老师 也都是用这样十个都被我断对 好 那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可以改变你的方法 不能用因为一次而已 你怎么不知道 这一次刚好巧合 你现在是用石干你找到 所以第一个你应该要搞清楚 坚持你原来的原则 除非你一直都错 而且找失误找到是运气好 这在考验你的信心 第二个 公位里面会全坐实吗 不一定 也许里面的符号坐实了 但是方位也不对 听懂的打一 北方只是一种可能性 你怎么不想 日干的对公叫做我面对的 所以先看日干石干 没有看日干石干的对公 如果八个公位四个都找了 还没有 那就算了吧 不然的话 你已经没有原则 没有规则了 听懂的打一 君哥 来问问题 我明白老师的这个意思了 嗯 其实我跟你讲 周易里面找失误是最大的难题 他是运气好 这个东西叫做事后出格 什么意思 那个很多人出事了 像前阵子那个谁 那个李文自杀 是吧 讲他姓名学怎么样 讲他干嘛 好 假设你们三个人对赌 刚好这次赌的时候 刚好碰巧 就刚好李文被他猜中 科学是十次里面有八次 或七次是准 才叫做认输 所以你千万不要改变你自己的想法 他搞不好这次蒙中 你如果观察他每一次 每一次找事物全部都对 至少三遍到五遍以上 我告诉你 你不用学我的 你直接跟他学 好不好 大家有没有听懂 军哥有没有了解 嗯 明白了吗 是 我们当时为什么用石杆 就是因为我们公告我约定 而今天要找符号的时候 西门里面的符号同样是那个钥匙的有钉 有钉 还有好几个 怎么一定是找钉呢 然后呢 如果不是找钥匙找别的 你不会符号怎么办 我们在前面都讲得很清楚 你如果真的要怪 就是你的高我竟然不给力 我跟你讲是实干 你应该提示我实干 你有没有听懂 跟你预测功力无关 跟你预测的方法没有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考验 我如果跟你讲说 你有时候找实干 有时候找钉区 我这样教下来教了好几年 老师到底哪一个 因为这次钉对了 我教钉 下一次实干对了 我教实干 我讲你没办法学的 所以我跟你讲啊 猜对 断对 也不用太高兴 运气好 好不好 那你跟高我越来越有默契 猜错就算了吧 因为如果今天你是神啊 连佛都讲 无偿 他都预测不准 听懂的答应 不要再跟我讲 那些人说 他股票测的多准 我已经看太多了 如果这样的话 他干嘛出来教 他每一次都神准的话 他早就剩下上亿了 所以那些东西都骗人的 好不好 因为他这个不是个人 这个是牵制到 还有第三 第四空间的东西 疫情期间多少人撤啊 多厉害的老师撤啊 谁知道三年才结束啊 没有一个撤对 你知道吗 连问高我 连问神明 他都不敢预测 听懂没 如果真的都可以 但是神准的时候 我们人的命运是不能改变的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 哎 他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没关系 我们是有这个困惑啊 就是没关系 因为我们 我讲的也不一定都对 我们就是能够越变 我们可以 就是那天你讲到的 那个就是六摇掛 比如说 看动摇 与这个就是与用神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是车柴啊 或者车官呢 看动摇与这个用神的关系嘛 我就我就再反过来看咱们这个奇门啊 你比如说每一张奇门好比一个塔罗牌 这个洞出是日干和时干 但是 他整个局 当用神动了以后 当这个时干或者日干变化了以后 其实整个局都已经变化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当成一个 什么叫做变化 什么叫做变化 就是日干和时辰变了以后 他整个整个盘里面的其他符号全部变了呀 你说下一个时辰啊 对啊 他整个局全部九个宫里面的符号 全部都已经变了 对 然后呢 那为什么不能把整个盘当成动 动的都可以去看 而非要看日干和时干呢 那是因为时间动的关系啊 我跟你讲啊 你六摇挂也是一样啊 你六摇挂换一个时辰之后 他整个挂全变了啊 那为什么动摇只有一个 他这个东西你抽了这个盘 就是你现在的局势 就对应这个 剩下的跟你一关 而这个局势里面发动的地方在哪里啊 你不要讲说是奇门 连六摇都一样啊 你这个时辰起了六摇 甚至不同 同一个时辰里面 不同人 丢这个金钱挂 他都不一样啊 金钱挂384摇啊 64挂里面384摇 六摇里面会动还乘以六啊 他全部每一个 就算同一个时辰 你摇出这个 跟他摇出那个也不一样哦 那为什么在这个六摇挂里面的动摇 就只有一个 为什么不六根都动 这个叫六宫 我们奇门叫九摇挂 我画给你看 六摇挂里面这个是六神兽 他这边有白虎有金龙还有朱雀玄武 这叫神 然后这个地方里面怎么样 他是用地支的 然后再加上六青 所以呢 你把他画起来就是神 是不是 支 还有六青 我们奇门一样哦 我们奇门如果这边是直符 你把他摆横的看就叫直符 然后接下来的话 那我们有心 门 还有干 所以六摇只有这两样 他是一张支 那我现在多心跟门 所以九个工位 他是九摇挂 他是古法的 现在没有人用 现在没有那哪边是动摇 日食 尤其是食 为动摇 所以九个工位里面 有一根摇 有一个工位在动 是这个局势里面 他是我们好像拍照把它定格 如果这个局面里面 你看到所有的公园里面有一只狗 他呢 脚凌空而飞 头是向左边 你就知道整个盘是进的 但是那只狗是动的 他会再往左跑 所以动摇就是那只狗 是由那只狗 手会顶动的所有局面 后面有水坑 干嘛他会掉进去的急凶 跟你再另外拍照片 在马路上拍 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他变了局势了 你在公司里面你要离职 整个公司就大便 你怎么不说每个人都会动 当然会啊 但是这件事情由你而起 你换了一个时辰之后 别家公司里面 别家公司也一样 但是可能不是你辞职 突然通降部位来一个人 那两个局都不一样 你就说 哎换一个时辰他们都变了 会局势不一样啊 他不是变 他是不同的局势 不同的拍照 不同的取样 那个西什么 俊哥还是西什么 刚刚在问你 不是 你是俊哥吗 对 对 这样知道吗 嗯 可能是我对六摇瓜也不了解 听你那样讲的时候 就有点不 没有 六摇瓜有两个 一个是动摇 单只独发或两个动摇 比较简单是一只而已 所以跟我们一样 他不是六个摇都在动 那你换不同时辰 或同一个时辰里面 因为他还要丢金钱 他整个六支会不一样啊 摇出不同的瓜 所以你不能说六根全部都在动啊 所有在动 那谁是进 没有人去进啊 动进是相对的啊 你为什么会有动摇 是因为你现在有了变化 那个变化是什么引起的 那个就是动出 你每天都没有工作 每个月都领薪水啊 领四万块的民币 有一天突然怎么样 你升官了加薪了 那个在动啊 或者有人找你要到别的公司 你开始动了 所以起了挂 想知道动了会有什么变化 你如果这三年里面 每个一天的工作 上班地点都一样 薪水拿一样 那这个东西叫做进 没什么变化 你就是因为发生了变化 你开始有了问题了 这时候到底会怎么演变 你再开始期盼 四千块都没有 四千块都没有 那你要赶快加紧去赚钱 好不好 不然未来十年会非常难过 好我跟你讲 真的没办法理解就接受 好不好 先接受 以后有一天会想懂 这就是一个局势 这整个就像湖面一样 然后突然丢一颗水 丢一颗石头下来 从这里开始发动 这个盘呢 本来就是这个局势 不同人来的话 动的地方都不一样 所以产生了不同的变化 产生不同的人生 你有同一个盘 都是这个局势 但是呢 会走出不一样的人生 然后呢 不一定下个时辰 就是下一个人的 要看那个人 在1080局里面 哪个时辰来 他就对应他的局势 他就会对应他的局势 他不是说第一个局 就变第二个局 变第三个局 变第四个局 不一定 因为那个是整个大变化 但是你不一定 你不一定 全部照这个顺序 每一个都是起点 每一个时刻都是起点 每一个时间 都有各种意念波 都有在变化 但是呢 你现在把它frozen 把它定格了 我们就现在 就像你先 拿这个望远镜 你现在抬起头来看月亮 月亮是满月 那你现在就是 未来在看的就是你的满月 另外一个呢 在冰尖雪地里面 在北极南极 没有月亮 他的天空就没有月亮 每个人 他本身的局势不一样 那你没有办法 透过我们的意志 显意识 三维时空 像蚂蚁 没办法看到 你得透过高尾的方式来看 然后高尾投影下来 你就是那个局 休息十分钟好不好 我们等下讲一下 确定的猫 休息十分钟 有时间就问 好不好 因为我们刚好还有一个小时 没有以后群里问也可以 这个群没有 因为我们上完结束了 后面只要这个群都还在 我还在交 都可以问 好 未来师你有什么tip 我不是交你的吗 我不是新年讲座交了吗 掌握趋势的人 排取行动的人 未来是机会 不然的话你未来就是被淘汰 啊 第一个命要保住 第二个来讲钱要留住 这就是tip 这还不够吗 那你想要怎么保命 想要找tip 来上我的四支班啊 不够的变化 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来时间宝贵 有没有问题 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听得到我声音吗 可以可以 可以哈 嗯 我跟各位讲啊 未来这十年会天般地覆的变化 但是这十年之后 我 我真的 我再透露一句好了 大家一定要这个这个 这十年要撑过去 因为西方势力将重回我们东方 但这十年会很动 那你要能够撑过这十年 那将会迎来怎么样 完全不一样的时代 听懂的打一 你可不可以留到那个时候啊 撑过这十年 不然后面这些美好的跟你不关 你们都知道 你们都知道D5会跳墙 西方世界也不好啊 西方世界很惨啊 经济通膨 自然自乱 他们现在啊 也很他们的梗 那还有很多有心人士 这十年是群魔乱舞的时候 所以我跟你讲 你一定要把自己顾好 精神跟健康 精神肉体都要顾好 所以我已经跟你讲了 八更运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赚到钱 那未来这十年你会更难赚到 我这东西不是在今年讲的 我包括去年年初的时候讲说 不然四月的时候不会封控 大家都是人家要碰到了 现在的情况你们不是不知道 我不方便讲 这个难道是现在才发生吗 问题是 言者尊尊听者秒秒 你们一定要碰到了才知道啊 而且现在才开始啊 还有十年内 说跟各位讲 有两件事 搞到钱 把身体搞好 一个要钱一个要密 所以你这两个东西要顾好 听懂的答888 讲这些 干嘛讲 讲了又被人家说 所以这东西呢 只会被人家怪 那我已经讲到这了 好自己知道就好 我们本来就是先预知未来 要掌握未来 要 要顺着未来 你 你们等到已经发生了 就来不及 这个东西就是之前就要提早布局 你那时候口罩的时候 你买买不到了 大家都在抢 你之前就要先准备好口罩了 雨天的时候下大雨啊 大家 你去店里面买不到了 大家都扔一把伞 所以本来这 从2024年开始 前面已经开始 2017年就开始了 那个迹象 那个迹象当年刚开始的时候 谁说啊是不是明年可以好 明年可以好 你看看搞了几年 未来这些东西就是 你过去20年 没有办法去 我会 都完全不一样的事 在世界 那个谁帮他白麦公关掉 董 董 董 好 这我没办法公开讲 公开讲要害大家 诶 好 讲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透露一下 不是透露了吗 你们比我还清楚情况啊 现在已经在发生了 你们比我还清楚啊 尤其是内地啊 但不是不好哦 你那个生病哦 发烧啦 那个肿瘤啦 农啊 全部要让他流出来 那个时候是很难过的 但是以后会变健康 啊 这个部分来讲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好转反应 是吧 我希望我当然希望 我当然希望 未来 未来会很好 啊 但我们要挺住要撑住 知道吗 好 不过头来 有没有问题 不然的话我讲一下方位去用程 我让你们先问问题 不然都一直我在讲 那本来是Q&A的 嗯 你要有那个不能再靠人家工作吃饭的 那个是不可靠的 第一个内卷那么严重 第二个 会流失 会消失 所以你你现在如果还那样的话 最好是已经涨了一笔钱 哦 你就不需要工作 有没有知道 有没有听到 最好让自己身体健康 不要不要去弄一些有的没有的 啊 那个东西后面都会有作用的 啊 讲到这样OK了 知道 好 这个东西方位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个其实本来 这个其实很直观的啊 老师在台上讲奇门 为了要介绍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一定是把奇门盘投影在墙上 听懂的答应 是立着看着 就像你现在看电脑荧幕 那你现在坐在荧幕前面 而立着看的时候 你会发觉黎公司在上面 那砍公司在下面 那立着砍盘怎么去对应这个呢 我们现在就两种 第一个罗友是知道方位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布局的时候 家里正宫东方 那你就要拿罗盘 真正知道这个方位是东方 这是绝对方位 但你如果不知道在室内的时候 像你现在在开盘 有没有 老师在做说明会的时候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开放三位朋友来问一下 有什么问题 老师趁这个机会 有没有 我们开放三个朋友来回答你的问题 这时候呢 奇门盘 啊 第一个同学就问了 是不是 问了之后就告诉他 因为你干嘛 你看哦 这个盘是立着这样子哦 他把它倒下来 就变成这样的盘哦 所以这个就是砍公哦 这是离工哦 就是从萤幕后面倒下去 变成跟他一样是打平的 所以这样子把它对应过来的时候 那坐在这里就一定是离工了 这是砍公了 听懂的打一 不管这个老师在哪里哦 这是盘对盘哦 把盘 把它弄在空中一样 给它叠下来 所以这个盘 这个地方就是砍公 这个就是离工 现在只是把它立起来 变成这样看 所以这个时候它是砍 它是离 然后这个工位是什么 坐这里的同学就是对工 这边就是正工 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就是把立的倒下来变成这样子 然后叠在你的教室前面 所以一对一上面就对这个前面 下面就对后面 所以这个就是砍 这就是离 这就是离 下面就是砍 左边就是正 这个地方坐的同学就正 这个地方就是对工 这里有没有问题 那现在换一种情况哦 那这时候你看啊 像之前我们开盘曾经碰过哦 有个同学来讲啊 我说你要问什么 他车子被偷了 商门 玄武 空王 听懂的打一 这个同学问的时候 这个骑门盘在上面 那因为我要打在墙上 你才可以解释给你听 在教学 或者告诉你 你看骑门正脚多准啊 这位同学 你刚刚问了一个问题 你看这个骑门盘 就显示你的问题 你问车子 商门是车子 玄武就招小偷 车子不见了 空王 那是内盘 那就是内贼偷的 听懂的打一 哦 老师你讲的这骑门怎么那么准啊 好神奇哦 这是真正的 这是真实的案例啊 有一个人专门来这边 故意来倒查的啊 以前有个学生混进来 故意就是别人派来 在那边搞那个啊 我让我这个说明会 都讲不下去 哈哈你要问一问 给你问好了 有没有 哇同学都觉得好神奇哦 所以这个部位 就会对这个啊 那如果前面还有同学问呢 就干理工啊 因为这个是把 手机上的骑门盘 把电脑的骑门盘 打在萤幕上 那我们现在看另外一种情况 这是讲台 老师站在这里 各位同学有什么问题啊 这时候老师的手机在这里 放桌上 听懂的打一 手机放在桌上 老师这样看 你就知道这个工位就是离工 靠近身体的一定就是什么 砍工 有没有听懂 那现在有人问问题 这个盘平移过来 躺着对躺着 所以这个问题 问的就是砍 这个就是离 有没有听懂 因为这个桌面上 你在看这个盘的时候 是从老师的角度去看的 老师手机除非是拿反的 不然老师手机 这个地方靠近老师 一定是砍工 远离这个工位一定是离工 你现在拿手机看起门盘 是不是靠近你的是砍工 远处是不是离工 所以这个工位变砍工 叠上来的时候 这个工位就一定变砍工 学生靠近我的就是砍工 远的就是离工 那老师怎么刚好相反 这边是离 这边是砍 这边怎么变砍 这边变砍 因为手机这样子 跟这个方向是相反的 听懂答应 是导致的 这就是杨云松 杨云松洋风风水 里面讲天地是颠倒的 不知道颠倒的 不懂风水 因为是观察的 视角不同 你这个是躺着的 你这个方向 砍 这边离 跟这个盘 是砍 这是离 它是相反的 有没有听懂 因为你一个把它打在一幕上 所以重点不在于人在哪里 重点在于盘在人在 以盘为主 所以我们曾经讲过 你如果到在在内地里面 开启门盘 美国的人 美国的同学打电话来问 那盘在大陆 就以大陆的时间 起局 以大陆的时间去布局 听懂答应 你如果人跑到美国去的时候 盘在美国 就以当地时间开盘 当地时间布局 看盘在哪里 盘是十项 它对应整个时空 这三次是谁问的 是俊哥还是西宣 你们两个人是谁问的 俊哥 所以俊哥你现在有没有听懂 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 我等一下要讲第三种 懂了哈 这个东西本来是地址班 高级班要请 才会讲到我 因为竟然可以知道 你家旁边有什么 你在班上里面 你做地级白位置 这个下去的时候 就是那你这个东西南北 都搞不清楚 我跟你讲 这个后面没办法讲下去 我们现在用这东西 只是取用神定位 我们现在只是单工里面看怎么样 这个人在哪里 他是发生什么事 真正的部分是把这个同学 在班级里面 包括隔壁做哪个同学 他是学什么的 窗子开在哪里 全部可以看 但这个如果搞不懂 那后面就不用 而且你基本上在实际应用上 除非你是老师要表演 否则你也用不太到 再来 我们再来话 我跟你讲 这个很难讲 因为这个要在现场里面 你一看 来所有所有同学 到前面来看 你马上就知道了 你脑子里面去想说 这个盘要这样转转转 你会乱掉 因为大部分方向感没有 好 那我们现在去吃饭 吃饭一桌 老师常常有人请吃饭 请完了都一定说 老师有个问题想请教 所以不喜欢去吃饭 为什么 去吃饭最后就是要开盘 我在工作 我们就吃饭 好好吃饭不要问 是吧 没有 大家都爱问 好 那你现在好吧 你要问 那我就开起门盘 手机开出来 这时候哪里 手机摆在桌上这样开 这里是不是砍工 这里是不是离工 所以你就把这个手机 变成整个奇门盘 把它放大同一个方向 所以对面问的 这个人就是离 那预车师是谁 就是砍 左边就是什么 正宫 为什么 这跟讲台上刚刚讲的一样 是同项 听懂打一 把这个盘 模拟这个室内空间 正在不见 外面没有拿螺盘 不知道外面东西南北 真正在哪里 就是直接做对应 这是第三种情况 这是第三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 是以 紫棋老师为中心点 我在中工 然后呢 现在 现在几个同学都站在我旁边 那我开盘一定我手拿的手机 是这样啊 砍工一定是面对我 离工一定是面对我对面的 所以在我对面一定是离工啊 如果左后方有同学问 那就一定是更工 右后方就是前工 后面突然有声音出现 它是砍工啊 我前面就离工啊 这是第四种情况 听懂的答应 以我的朝向 来模拟整个空间 我占中工 所以四年八方同学问我 看从哪个方位出现的 我就回答哪一个 同样道理 如果今天你在上海 这时候 突然有别的城市打电话过来 他在你家的西方 那这个时候 用方位取用神 就直接看什么 看这个正工 如果他是从你家的北方 比如说你上海 北京打电话过来 那他这个时候就看离工 听懂打一 这是便你家你所在的地点 地点 你占了你的地点 然后以绝对方位 东西南北来分 以上海为太极点 跟预测师站中间一样 那你看上海的西方 东方 北方南方 深圳 西南方打电话来问 广州 你这个时候就看哪个地方 打电话来 用方位取用神 就看那个工位 第五种情况 所以最后有个结论 你所做的面对面的 你所做的预测 预测师跟求助人 一定要做面对面 听懂打一 你手机放桌上 这里一定砍 这里一定离 你不要让对面这个求助人 坐你旁边 听懂打一 因为这时候变反断 他坐你旁边的时候 变成你坐这里 旁边你要看的是什么 这个工位 因为你手机是摆这样的 那左前方有同学问 就看这个工位 对面有人问 就问这个工位 右边有人问 就看对工 右前方有人问 就问这个 左后 左旁边有人问 就看这个 右边要看这个 那你就变成在砍工 问题你不入局 你就坐在这里 他因为是手机的方向 奇门盘的方向 前面是离 这边是砍 你坐这里 所以你在砍 对方就会在你 这个就像桌子一样 你在这一边 他在对面 看你是面对面的 是反向的 这跟看镜子一样啊 所以三次会问 搞不清楚 就是镜子啊 你的镜子 你的左手看到镜子 他的左手其实是你的右手啊 有没有 因为镜子跟人是反向的 那你在这个上课的时候 这个像的 跟在桌子上这样子的 手机如果是在桌子 摆在桌子上的 那靠近你的 这里一定就是砍 这边就是离 那对应到这个教室里面的时候 你手机摆桌上 这里反而变离的 这变砍 你如果不是手机 是打在萤幕上的 那这边是砍 这边是离 所以这是教室的前面 这是教室的后面 场地的后面 所以这个同学 如果问的时候 他变成离了 他变成砍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方向 你往这边看 跟往那边看 来告诉你 这就是天地的差别 你往下面看 跟往上面看 一定是翻向的 听懂的答案 天地为什么要颠倒 你往这边看的时候 这个如果是顺时针 来你们现在 你们现在在你面前摆一个东西 摆一支笔 然后你开始让它顺时针旋转 你摆在桌上 你人在这里 你的桌前面有一支笔 让它顺时针旋转 你往头往地下看是顺时针 当这一支笔拿到天上 开始还顺时针 你这样看是什么 逆时针 听懂的答一 听懂的答一 来看这一支笔 你们手里都拿一支笔 然后开始放在桌上 你看这是顺时针还逆时针 顺时针 现在让它转转转 转到你的头上 你方向不变哦 你在这时候抬头看 它变逆时针 这就是伏西当时 就是查天辅地 然后最后呢 天道左旋 地道右旋 风水是天气地气是相逆的 相反的 叫天地的天岛天 所以杨云松里面的风水 不懂天岛天 不懂风水 告诉你 没有所谓阴跟阳 阴跟阳是因为你观察视角的不同 产生阴阳 听懂的答应 你在天地之间 有阴阳 在天地之外 没有阴阳 因为它全部是顺时针 只是你这样看它变逆时针 这样看它变顺时针 所以呢 人会在三道之内 五行之中 有阴阳 是因为人居天地之间 佛陀的视角是在三界之外 五行之外 所以它只有顺时针 你会从上面往下看 都同一个方向 听懂的答应 阴阳为什么会有阴阳 你在这里看的时候 从那边转过来变这样 假设这是个杯子 你会发觉这个是向右 这个会向左 听懂的答应 其实 它就同一个方向 没有变过 只是你安插的方向 在背面 绕过来向右边 再过来向左边 再过来向左边 你把这个右 上往下 右的这个部分旋转呢 叫做阴 或阳 然后把这个东西呢 叫做什么阳 有没有看到 阴阳是 没有阴阳 没有量子残绕 量子残绕 量子残绕是因为 在三维的地方 看高尾的部分 从两个不同角度看过去 所以产生了阴跟阳 产生了量子残绕 其实从来没有残绕 是你把一个看成两个的 这个叫做道生一 一生二 听懂的答一 然后你开始跟它互动 所以就成为三 阴阳不断的变化交动 就出现了三 所以我要看一个杯子 一定有一个叫杯子 还有一个我 所以我是一 杯子是二 我在看杯子的行为叫三 听懂答一 那把这个东西呢 叫做量子残绕 所以薛定论的猫 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 在三维世界 你可以开门 里面有一只猫 喵 是不是 开起来死的 开起来是活的 他到底是死来活 他既是死又是活 为什么 但是一打开箱子看就不是 为什么 是因为你观察的视角不同 一道门看到是死猫 另外一道门看到是活猫 这是在三维世界 你本身有个钥匙可以打开门 你本身有个钥匙可以打开门 问题是你开到了死的门 还是活的门 在刀尾的世界里面呢 这只猫怎么样 这只猫 它同时是死跟活的状态 是因为它是一物二象 就是那个台大 台大理事成讲的 因为它是从不同的方向去看一个东西 看出两个像 所以看起来即使是死又是活 所以我画过一张图啊 这是一个杯子 从上面投影下来 它是圆形 这是三维的立体 这是二维的平面 从旁边打个灯光过去 它在墙上打出来是方形 这就叫做薛定二的猫 你到底是在躺在地上的蚂蚁看这个圆 还是爬在墙上的蚂蚁看的是方 决定你自己现在是躺着还是爬着 它既是圆也是方 因为在高纬的世界里面 它就是一个圆柱体 它同时存在的圆跟方的状态 听懂的答应 这是为什么现在科学家搞不懂薛定二的猫 因为在低纬里面 它的视角 只能从一个角度去看 它看不到别的维度的 这就是人为什么 同样的世界会活成 有人叫天堂 有人叫地狱 因为你怎么看这个世界 决定它是什么世界 再讲一遍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看法 决定 你的世界 你怎么看这个世界 决定你在哪一个世界 所以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世界 那你就会对他产生不同的回应 那因为你看的是地狱 你回应的部分就是怎么样 你看人家不好 你回应的方法就当坏人 你就会对他攻击 你看人家好你就对他善良 那这个回应是什么 被看法给决定的 所以你处处是敌人 他处处是贵人 改变看法 改变世界 奇门布局到最后最高的就是这种方式 我换局就是什么 我把死的变活 活的变死 为什么 我只要看他是这样 他就变那样 听懂打一 我真的看他是那样 他就变那样 真实不虚 但是你忘不了 你放不下 我明明看他是一只死猫 就是因为你明明看他是死猫 你的眼睛被他吸引住 你再也看不到别的 就像你看这个男人 一定要嫁给他 那旁边的男人你绝对看不掉 为什么 因为你眼上戴着墨镜 你不愿意摘下来 你不听 你不看别的 所以你看不到别的机会 所以这叫做妄念妄想 颠倒妄念妄想 为什么佛头也讲颠倒 你看反了 疾看成凶 凶看成疾 你这辈子来学奇门遁甲 趋疾必凶 其实都是因为你的本性叫趋疾必凶 所以你还要找一东西来趋疾必凶 你根本就是自己在玩自己 听懂的打一 自己布了一个局 把那个局看成那样 然后你一定要把它改成另外一个局 然后你就跳入那个局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很可怕的 它就是不断的内卷跟漩涡 你从一个漩涡出来 又跳到一个漩涡 你没有办法改变命运的 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 地球里面 你怎么跳都是漩涡 你没办法跳出三界外的 你为什么会看成两个漩涡 两只猫 因为你不是那只猫 你没有与道合一 当你成为道 当你成为猫 你就 不会有眼前的世界是急还是凶了 因为你已经成为他了 听懂的打一 原来改变命运 操纵命运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 没有二元对立 你变成他 那就没有急凶了 把这段话好好回去想一想送给各位 你只要能够看到前面 你就不是他 不是选左边 也不是选右边 要不追两边 不然你就从一个漩涡 再跳到另外一个漩涡 有急凶 你就不可能插入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好 讲到这里了 我已经讲多了 有没有问题 听得下去吗 听得下去吗 这一段听得下去吗 以前以后师师班叫做问道子琪 你有兴趣的 看到任何佛经哪一句话 心经只有讲一半 这个心有两个心 此心跟非心 他只讲一半 他怎么形声波罗波罗蜜 他怎么跳出这个外面的 他讲一半 只有半部 另外一半是藏在下面的 有机会我就会把你完全破解 你有两次机会 你会了解生命的意义 你会知道为什么在地球轮回 因为大家不明白 叫无名 很明白清楚了 你站在天地之内 局里面永远看不到 你在地位永远不知道高位 你不可能知道的 你不可能 瞎子 不知道什么叫颜色 你不可能告诉瞎子 什么是颜色 因为你没有体验过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颜色 你读佛经 读道经道藏 你再怎么读 你永远不明白 所有的高深大德 所有的学者 我告诉你 其实都不要听不要看 你还有机会 还有救 你只要一听了一看了 你就入去了 你就卷进漩涡了 你只要去上班工作了 你就跳入内卷 你从小到大 你从小到大 每一件事情 你从小到大的出生 到现在没有一样东西 不是被植入的 没有一样东西 不是别人告诉你的 包括过马路的时候 红灯要停止 绿灯要走 行人要靠右边 你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 你全部都是被 怎么样 被植入的 你从来不知道你是谁 你没有自由意志 你所有的意志 想法念头观念 没有一样是你自己的 你怎么跳出三界外 听懂的打888 我一辈子在找工作 找房子 找老婆 找什么 你找到后来 你找不到 因为你找的 要找的是找回自己 到底我是谁 听懂的答应 你没有自己之前 你找不到自己之前 什么都找不到 你会不断的找 不断的开盘预测 你才发觉原来方向错了 你要找回来自己 不是往外 是往内 你从小到大 没有机会思考 要念书 要找工作 要考好了学校 然后要结婚 30岁过后叫老baby 你有哪一样 是你自己的想法 怪只怪你生错地方啊 好了 差不多了 那个 这是大师班 讲了很多没有讲的 还是很开心的 你们这个录音回去 要多听几遍 有些东西 他不是你听完了 就了解 你会有一天突然猛然 怎么样 觉醒 你会知道原来这句话 我在讲真的一个 我只是要给各位一个思考 我们为什么要学奇门遁脚 为什么要这样子忙忙碌碌 我们有没有停下来思考过 尤其像现在这种变化 那么大的世界 你这时候不想死了才想吗 它是一个改变的机会 让我们重新去思考 过去20年的方法 来过未来的20年 那你的未来 不是变成过去了吗 你用同样的方法 用旧地图可以找得到新大陆吗 你用过去的方法 在努力 过你未来的生命 那你的未来 不就变成过去了吗 你有未来吗 我们现在很多 就是要找对赛道 你的赛道都一样 你怎么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不一样的命运 你想改变命运 怎么可能用原来的方法 或者用平凡人的想法 所有人告诉你的方法 都是平凡人 你怎么可能变得不平凡呢 你要搭往南下的列 搭往去 你要去深圳 你就要搭往北京的车子 你到得了吗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过去跟现在最大 未来跟过去最大差别是 过去努力有工作 吃饭可以吃得饱 可以做得好 未来选择大于努力 你选错赛道 选错方向 你永远到不了 听懂得打888 你如果现在不觉醒 不改变 天地会用痛苦折磨 来让你改变 你不得不改变 我告诉各位 好不好 哇讲的太沉重了 应该本来应该开心一点 2024年新年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语重心长讲了很多不该讲的 那希望这个部分 不是造成负面的 是 我还是非常期待 未来的世界跟生活 只是 要称一下 要称一下 美好的未来等着我们 好 那个时间交给看是谁 小牛你们要讲 或者是马孝云 或者是晨曦 什么 可以 大师班 课程结束了 但是这个结束才是刚刚开始而已 希望大家群里面继续游戏